原來有些內地粵劇迷沒有看過粵劇版、舞台版的《帝女花》 接觸《帝女花》只是透過任白版本的電影 看完任白版之後再去看其他戲曲版本的《帝女花》 就以為上表的幕是原版沒有的,加進去的 後來看看《帝女花》的電影版和《帝女花》的舞台版 才知道原來相表原本都有的 看不齊的版本真的很容易引起誤會 另外有些內地劇迷就說 現在和《帝女花》拍檔的《帝女花》 但他們為了看《帝女花》的演出也要忍受一下 不知道他們有沒有看過《帝女花》和《帝女花》的演出呢? 或是看錄影多些 他們有沒有看過《帝女花》的拍檔近年的演出呢? 如果相比之下他們又會不會覺得 看《帝女花》和《帝女花》的演出是要忍受包容 如果看《帝女花》和《帝女花》演出就不用忍呢? 應該不會吧? 我們看《帝女花》拍回《帝女花》也忍了很多次 由《西流錯夢》引到《帝女花》 由《帝女花》引到《帝女花》 《帝女花》引到《帝女花》是不是? 《西流錯夢》和《帝女花》的時候 舊花蛋的聲音都起碼還有六七成 《帝女花》的時候 最難受不了的不是聲音 是她的身形 我一直都以為她有心思可以減肥 但是原來只有一雙情願 沒辦法了 對她沒有期望就不會失望 另外生姐最近路過面 大家看到她這麼精神 都在討論她會不會再有演出呢? 有些網友就說 叫制作人再和她安排一下 《帝女花》 《龍情思義》 《紙差記》 《蝶影紅尼記》 《帝女花》 《任藝生輝》的製作人 他們想看什麼? 是不是看《紅樓夢》 他們說過喜歡看阿生姐做保育 不過想起都害怕 那個製作人做那套《紅樓夢》 在MyTV Super都有 幻覺離恨天 《仙境》變成鬼略 《仙帆舊女》最後相逢 變成恐怖片 那樣 為什麼? 燈光效果出事 就算不算 再看她和阿生姐的製作 又是否真的套套得這麼好呢? 看《某單亭》那時候 還是看影碟? 那個《花神》在跳舞 讓她的製作人搞成怎樣? 還有 《杜麗》兩隻鬼出場的時候 也是 看影碟真是眼刀花 整個都眼貌整餅 好心她 所以如果真的再有演出的話 阿生姐和她真的要好好地溝通一下 不過最近她好像去找了阿花蛋掌文端 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有事搞了? 她對粵劇死心味